2011跨年倒数活动是每年年底的重头戏 现在台湾疫情拉紧暴 民众想要近距离感受跨年气氛 恐怕有人数限制 但是就这个活动的部分 主要是进到管制区 主要是因为它在舞台的正前方 所以有一些看表演的 为了加强防疫措施 北市府前跨年现场 从松高路 松寿路 到市议会前一号道路 都设有三处管制点 想要进场必须从管制点进入 若以每人入场时间2到4秒来算 开放入场到表演开始 将涌进48000人潮 面对这样的人流真的不会塞车吗 但是总量管制跟分区分流 会是一个机动性的 做最好的准备 最坏的打算 强调分区分流是主要目标 除此之外进入会场的民众 都必须量体温 消毒 戴口罩 并事前完成实名制认证 你可以提前实名制 然后到那边直接出事就可以了 人与人接触 不晓得谁有谁没有 所以戴口罩是最安全的 在场内搭配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寻查 那希望民众不要有在场内说 把口罩拿下来 或者是吃东西这样的行为 就怕开心倒数跨年 民众忘了社交距离 北市府强调除了喝水 口罩全程都得戴好戴满 不听劝者将依法开罚 迎接新的一年 防疫人不能松懈 欢迎新闻检余林林万余 台北报道